前有乔丹喜提驼路 仅有巴黎设置陷阱补熊 一起来看看他能否成功吧 今天是巴黎黄野独居第28天 来到营地附近查看陷阱收获时 发现一只倒霉兔已经罚站许久 极可难耐的巴黎把他带回营地 迫不及待扒掉了兔子的毛衣 转眼就安排上了地锅炖肉 焦急且漫长的等待过后 巴黎一口吞下兔腰子 那感觉 有了这顿兔肉大餐 巴黎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晚上睡觉也不担心小腿抽筋了 正当他分享接下来的计划时 画面突然就静止了 仔细听 外面有动静传来 听起来像是黑熊在觅食 一直在巴黎周围乱翻乱挠 巴黎赶紧朝天空发射蛆熊炮 好在这声巨响赶走了黑熊 否则走的人就是巴黎了 惊魂未定的巴黎说 熬过漫长的黑夜 巴黎并没有被熊吓倒 反而蒙上了猎熊的想法 他决定把兔皮埋到石头底下 然后把装有石子的铁罐放上去 黑熊闻到气味就会站在那里刨地 石头上的预警装置只要被触发 巴黎就能趁机发动伏击 镜头来到布雷迪这边 这家伙最近过得很是滋润 除了前几天钓的那条大鱼 还意外捡到一个平底锅 配上一把石木小椅子 吃上一口煎鱼排 那感觉简直太舒服了 或许是吃出了妻子的味道 布雷迪突然就想念起了家人 沃尼亚这边就不一样了 这些天虽然没吃什么东西 但是为了生存更久一直在努力 眼看北极的极寒天气即将来临 沃尼亚准备把木墙改成双重结构 然后在中空部位填充苔藓和晕山枝 这样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温效果 沃尼亚一直忙到半夜才算完工 天一亮就开始炫耀他的杰作 不得不说 做的是真不错 既美观又保暖 应该是本季最强豪宅了 只要不着火 过冬肯定没问题 挑战进行到第29天 参赛者内森也冻坏了 于是他也添置了石木大床 管事他来到湖边查看鱼网收获 没想到今天又补到一条大肥鱼 内森兴奋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每次收网都能收获一条大鱼 如果乔丹没有猎到驼鹿的话 他应该是目前最富有的选手 今天这条白鲑鱼至少三斤多 加上庇护所储存的熏鱼杆 一周内是不会饿肚子的 照这种形式一直发展下去 还是有机会赢下50万美金的 如果分配这些钱内森都想好了 坏想过后吃上几块烤鱼 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舒坦 米歇尔知道了肯定要崩溃 因为他已经7天没有吃过蛋白质了 一大早就来到湖边查看钓鱼服桶 结果寄予厚望的装置不仅没有收获 还解体罢工了 这让自成捕鱼大师的米歇尔情何以堪呢 其实我感觉这地方的资源并不差 只是米歇尔没有善加利用罢 特别是油桶 作用那么多 他却做了一个最没用的 现在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陷阱上 结果检查过后依旧毫无收获 焦虑的心情加上营养不良 米歇尔出现了头晕目眩 只好一屁股坐在地上 心中的憋屈瞬间上头 哭了起来 镜头来到尼基这边 这家伙最近没怎么搞事情 就是天冷用手太多出现了菌裂 他煮了一锅松锅茶浸泡手指 里面还有消毒杀菌的成分 有助于手指尽快恢复 洗完手放一只松鼠进去 营养丰富的晚餐就做了出来 现在的尼基不仅有肉吃 还储备了蘑菇浆果这类素菜 生活也算是蒸蒸日上 越过越好 前期天虽然把自己弄得遍体力伤 但是伤口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正当尼基为此感到庆幸时 想不到新的意外又来了 火势迅速蔓延到了屋顶 尼基奋不顾身跑到屋外抢救 结果徒手掏火棍都被逼了出来 尼基不愧是节目的效果担当 这明明是个残酷的求生节目 结果却让我看出了喜剧效果 先是刀割手 接着是剑戳腿 如今还想把自己做成烤肉 就凭尼基这双半熟的手 节目组也不能亏待他 尼基的房子虽然被烧了 但是他的心态依旧保持乐观 毕竟这场生存挑战价值百万 房子修补一下还可以接着挑战 其他选手都会想方设法避免着火 尼基却没有做任何针对性改进 只是把烧焦的树干替换了下 这样真的不会再次着火吗 这要是换成你们 肯定会有石板盖住壁炉 即便树干被烤干也很难着火 镜头来到米歇尔这边 我本以为他想尝试冰掉 结果上来就是一波迷之操作 可能是这段时间确实噩梦了 米歇尔才敢作死喝冷水 参赛30天 他已经瘦了20斤 如果今天还弄不到食物 就真的要回家了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他看陷阱时收获一只兔子 给他兴奋的 不知所措语无伦次 30天才抓到一只兔子 属实不易 按照惯例 必须先哭一把才行 否则吃起来不香 也吃不出满面红光 更吃不出他对老公的思念 很久没看到巴黎了 他的捕熊陷阱昨晚被触发了 巴黎说他睡得太死 没听到动静 陷阱附近到处都是狐狸脚夜 捕熊计划就这样被搞砸了 巴黎表示非常愤怒 挑战进行到第31天 布莱迪自从吃过监鱼大餐 对家人的思念就一发不可收拾 他的食物储存足够解决温饱问题 而且他认为可以弄到更多食物 但是空虚寂寞 让他难以忍受 本想钓鱼打发无聊的时间 结果更加排斥这种生活 甚至萌生了退赛念头 回到庇护所 布莱迪坐立难安 躺在被窝里翻来覆去 辗转难眠 第二天醒来 节目素材都不想拍了 现在只想回家见自己的孩子 最终他拨通了气赛电话 原因很简单 就是太想念家人了 他觉得家人比钱更重要 本集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从头到尾都没有乔丹的镜头 毕竟他这个时候 除了吃就是睡 下期他的鹿肉会被狼欢偷食 乔丹将会如何对付狼欢呢 关注我 下期见分晓 最后看一下布莱迪的实践工具 首先是抵御零下40度的睡袋 其次是鱼线鱼钩和两卷线颈线 然后是组合工具和一把端冰斧 接着是一把弯具和一套打火石 最后是炖锅 散绳和少量食物